我是豆瓜 今天要推荐的电影又是部国产喜剧 名字是秦圣 也是近年来国内最为优秀的喜剧片啊 笑点还是很多的 基本上是保持三分钟一小笑 五分钟一大笑的节奏 影片虽然名字叫秦圣 却没有这样的形象 只是由萧姚饰演的猪娇老汉 是个金虫少脑的胆小中年人 外加他的一群狐朋狗友 不过作为朋友来说 老汉的几位朋友可以说是非常靠谱了 也很讲义气 而老汉能成事可以说是费了不少劲 这部戏剧片能在中国活起来 给里面的演员也是脱不了关系 比如说小沈阳 没有不认识的吧 筷子兄弟的肖秧 开心满花的骨干人物 爱慕和常元等 都是给这部片子加分的点 这些人站在那里 就算不说话什么的 也都是笑点 不过每个人的笑点都不同 如果你感觉不好笑的话 也没有什么好 之前说的都是国内比较知名的演员 这部影片成功还有一大因素 就是线索人物 由李承敏饰演的悠悠 片中她是一名韩国模特 以一席红群出场 红羽女郎 没错 情圣正是根据红羽女郎改编的 快越了几十年 终于又等了一名红羽女郎 悠悠在本片中的台词不多 但由于出场的气质和外表 直接成为本片的焦点人物 男孩子看完这部片子之后 就算不知道讲是什么 也会记住悠悠的脸 说明尽是老汉和悠悠故事的开始 这一段freestyle是个男人都会沦陷吗 如果你把持得住 还请留言 让大家知道你 最近你变得很冷漠 让我用谁不知所措 其实我没期待太多 你能想从前把爱我 只是连愿为你的倒脱 什么解释都不说 不是我不知到 爱情需要接纳 不是我你祈祷 我突然没关城去 这炸鸡 儿子是此刻你在哪里 虽然或许你在山东启息 但被决意让我懒得怀疑 这就是所谓的转角遇到爱 老汉以为悠悠对自己有意思 因为悠悠不仅对她来了一段freestyle 还对她比了一个又长又宽的爱心 老汉也紧跟了时尚潮流 潮悠悠比了一个又大又圆的吸管 当然 本片除了红衣女郎悠 还另外请了一位红秋裤女郎 也是老汉的顶头上司 油颜衣饰演的马总马依林 我们也同样欣赏一下秋裤舞 还是蛮好看的啊 像马东梅和马依林这样的一看就是爱莫的菜 机会正题 自如老汉还是遇到了女神悠悠 并且带悠悠去了野生动物园 看大象看河马看骆驼看豹子 看老虎看长颈鹿 最后又一起看了马戏节目 看老汉正眼神 人生的意思是别看了 也别说话快问我 可悠悠并不上道 两人就这么尬看着 她也看了玩耳玩了 剩下的就只是顺利把女生带回家了 结果到了家开灯之后更尬了 一家老小媳妇规定的都在 惊喜吗 今天真的是你生日哦 嗨 强势围观 那次姑姑沈子大姨大妈 跟被邻居家人房教练门口 小陈老板的银河系终极围观 气氛嘎到不行 好在老汉的哥们汤怀 及时出场救了老汉的场 不然真的很难收场 不过也只是出场 因为明耳人都能看出来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事情已经败露 你以为就算结束了吗 还没呢 老汉和悠悠还是在一起了 看得出 悠悠对老汉还是有兴趣的 老汉来到悠悠住的酒店 冰冻一点悠悠一通解释 可悠悠哪里会听解释 变为那一个韩国妹子了好吧 悠悠直接过来 按住了老汉的嘴 啪啪啪 老汉懵逼 啪啪啪 啪肯定啪啊 于是二人便鬼上了 悠悠大悠言的水床 怎么想到老汉还玩起了纯情 直直不肯动手 急不可思 事不再来 你以为只有你有老婆吗 咱也是有欧爸的 只不老汉刚准备动手 悠悠的欧爸就回来了 而且还是个恨社会 问他之下 老汉只好躲在阳台上 闭在阳台上过了夜 这句的话 女神肯定不是他的 不然其实不是一部三观不正的影片 老汉和老婆沈红 继续过着平淡淡满足的生活 哦对 影片后面的剧情 不过是老汉的一场圈梦 总的来说 这是一部不错的喜剧片 不过细节部分还是有待提高 一些清洁并不是非常合理 有些台词也是有点尬 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下点也是很多 没有看到的小伙伴们可以一直看一下哦 我是豆瓜 关注我 每日一根或多根哦 有喜欢电影的小伙伴们 也可以叫我们的QQ群 653589710 欢迎您的到来